18輛德國鮑爾坦克 已經交付給烏克蘭 讓基輔信心大正 認為4月有望展開大反攻 美軍也準備軍援烏克蘭 31輛的M1艾布蘭主力戰車 英國則是提供14輛 挑戰者二世 如果你看到什麼 英國人們在做的 他們在勇敢拿著 其實這一次俄乌戰爭當中 會發現俄乌兩國的重型坦克 都遭到炮火猛轟 預估俄國損失一半以上的 現代化坦克軍備 烏克蘭的坦克損傷 也高達上百量 外界因此出現質疑聲浪 認為在現代化空中部隊 還有飛彈系統技術完備的情況下 是不是還有必要砸大錢 鞏固坦克部隊 目前M1艾布蘭坦克 從80年代開始 就成為美國坦克部隊的主力 目前已經制造超過上萬量 還在不斷的技術更新 最新款的是 M1A2的艾布蘭系統 強化第三版 造價是1100萬美元 第四版預計2025年就回問世 台灣也有向美國採購 108輛M1A2的艾布蘭坦克 原本預計明年開始交貨 但傳出可能受到這波軍援影響 延遲交貨 除了M1艾布蘭主力戰車 美國陸軍還投入11.4億 打造機動防護火力車 只有38公噸 重量不到M1的一半 而且還配備有進攻性的火力 包括無人駕駛 或是只需要配備少量人力 就可以操作的人工智慧戰車 也成為未來戰車主力的發展方向 專家就表示 尤其美軍現在把海外軍事中心 從中東地區轉移到印太 對於坦克部隊的功能 還有需求也可能做出改變 像這樣的輕型坦克 可能有更大的發揮 如果你看到印度派西的環境 可能會不會有 美國和中國在印度派戰 美國和中國在印度派戰 例如說 它更加確實 美國會在印度派戰 從某種類型的攻擊 中國在印度派戰 或日本海外軍 有一個小型艦 或小型艦艦 或小型艦艦 會比大型艦艦 專家認為 惡務戰爭 突顯出坦克部隊的優缺點 可以讓美軍 更有機會重新殺盤推演 尤其隨著軍事中心轉移 如何更靈活運用 並且研發新一代的坦克部隊 也成為美國陸軍 要面對的重要任務 體驗新聞 總部報導